出國之後可能會覺得那些理所當然就覺得 哇他們的設計或是怎麼樣都很一致 都很有他的邏輯性 然後你走在那邊的時候就會你感受到是一個國家門面 非常具有國際級的水準 但是每次一回到台灣的時候 就一看到那樣子的指標 你用了形式明體 然後又用了 比如說甚至還有的燈箱不會亮 因為後來第一行下有裝修 然後改裝了之後整個硬體設備都非常的完善 你會讓人家感覺到整個空間就是很不一樣 但是你在那個改裝了之後 可是他的形式明體 還有他的整個指標設計圖形什麼之類的 可是卻一直承襲過去那個沒有改善的狀態 然後你在看到那樣子的東西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就好像是兩個不同的時空搭在一塊 非常的衝突 心性明體對我們來說其實還是可以 你知道我們可以看得懂沒有錯 就是我們大概知道他是在講什麼 他也指示我們說我們要去哪裡這樣子 可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在可視性上面就是我們在看他 因為他過戲如果在燈光的那個環境不佳的時候 他其實很容易就是很難去做一個辨識 以實用者來看的話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就是你們看得懂中文的人 其實還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外來的旅客 對所以在 將來在中文的規劃上面的確他有一定的 我們使用這樣的字體可能會有一定的弱勢 但是在英文上面其實我覺得他有就是沒有很考量到他們的立場就對了 因為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的像是指標上面 他可能會在英文就因為英文的字母 英文的單字他可能會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他就直接做壓縮動作或是做縮小的動作 所以這樣子其實在就是整個我們在說這個階級上落差 就是還有閱讀我們的辨識性上面 其實都有就是對於非中文使用者的一個 你知道不貼心的一個情況 在這一次的在至少在台灣國際機場的這個範例裡面 至少我們會覺得說字體畢竟在所有的範疇裡面 他的比重感是相對比較大的 人來人往那麼多人 然後每一個人只要多多阻塞個兩三秒好了 其實他可能就會造成一定的動線的混雜 所以說指標這個設計的東西 他處在這上面衍生的公共議題 他其實另外一方面 他還可以適時達到一定的疏散人潮的概念 而且再來畢竟他是我們國家最重要的形象 他是一個關乎的國際形象的部分 這個指標系統他就是我們會說他是一個系統 對他是一個system 所以他有不是只有光是字體擺上去而已 而是就是整個資訊層級的設計 對然後還有甚至是你需要去規劃說在哪個地點他需要放上哪樣的指標 對所以這些也都是會需要做一個考量的一個情況 對增加機場捷運之後 但是在更新這個網機場捷運的指標的情況下面 反而做的就像是OK 他不是說可能把燈箱或是在往機場的這個行徑上面 多增加新的就是同樣系統的東西 他可能就做一個大型的輸出的必貼 就貼在那個地方然後跟你說OK 就是這邊是要往機場 對然後但是這樣反而是破壞了整個你知道 機場的一個系統跟一致性 就是在使用者來說 的確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可是在整體的一個現代化 或是一個國家級的一個交通樞紐來說 這樣做其實是有點 我覺得是比較沒有 你知道有點太過暴力又粗俗的一種感覺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提案吧 對或是這樣的一個project 可以讓就是大家有 你知道更好的對這個指標設計 或是這種 Signage Wayfinding這些的 有更好的一個概念 對